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游戏是战争英雄 这是一款战争策略游戏 在游戏中我们将成为一名军人 拥有不同的武器还有交通工具等等 至少战争中要想办法赢得最终的胜利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这款游戏在操作上是非常简单 虽然说是一款战争类游戏 但是它充实了一种卡牌玩法 只要我们的能量条达到了卡牌所需要的能量 就会把这张卡牌直接点亮 随之我们要拖住这个卡牌放在战场上 这样这些大兵就会出现 对敌方进行有效打击 这款游戏在战场上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对方的堡垒打掉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过关 在过关之后我们可以为这些个大兵 包括武器进行升级 所以说升级还是需要一些禁闭的 现在我们打开一个宝箱 看看这个宝箱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卡牌 这个卡牌后面有一个星级 星级就是类似我们军队的一个等级 等级越高 出现的这个人物的攻击能力就会随时增加 在这关我们启用了一个子弹鱼 为啥叫这个名呢 因为这个卡牌上画的就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说给它起了这个名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卡牌 放在战场上进行配合使用 这样才能最有效的 把对方的军队全部压制回去 最终把他的堡垒端掉 在每一关都会出现这种轰炸机 轰炸机需要我们达到了一个数值之后 才能进行使用 而且坦克在这款游戏中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做到一个攻防联合呀 所以说一旦坦克被点亮 我们要迅速的启用它 在这场战争中 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可能是前几关 游戏的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而且对方出兵速度非常慢 攻击能力也不是特别强 所以说在打他们的时候也是非常简单 刚刚我派出了一个小坦克呀 但是他的防御能力不是特别强 在对方大兵的一次攻击过后 直接就被打翻了 看来我们还得需要大价钱 去购置这种超级坦克 这样才能有一定的杀伤能力 在这一关我们还出现了一个新卡牌 就是这个狙击手 刚才已经点亮了之后 我们还用了一个 这个狙击手在后方打击的时候 是非常的厉害呀 因为伤害非常高 所以说在远方可以取得对方的上将手级呀 在这一关也是属于完美过关 得到了三颗将星 过关之后 我们还是继续升级我们的士兵 包括武器 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直接进入战场 游戏刚开始 对方就派出了一辆坦克呀 看来对方的经济是非常好啊 我们只能派出一些小兵继续阻挡 因为钱没有那么多 能量也是不会增多 只能先派出小兵 可能在游戏的后期 我们的装甲坦克才会出现 游戏的缺点就是 玩法非常慢呢 没有加速功能 每出现一个士兵 我们还得继续等待 等他到对方阵营才能进攻击 这样一场战争下来 时间花费的就是非常多呀 所以说这款游戏应该增加一个快速按钮 根据这款游戏的玩法 还有它的界面 推荐指数三颗星 游戏的名字叫战争英雄 如果哪些朋友感觉这款游戏还很好玩 就可以在屏幕的下方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会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